别 石天明 你到底想怎样啊 我要听实话 石天明 你们俩要是打情骂俏 别人在我眼皮子底下 姐 你 你千万别误会啊 我 我是有事情 要跟石先生谈的 他也能谈啊 有什么好谈的 有事跟我下一代谈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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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可以告诉你 但是千万不能 让杨家姐也知道啊 戴好 干嘛啊 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 一会儿抓到你 还会弄死你 这么严重啊 上车 杨先生 你可来了 佳佳小姐来望过您好几回了 我先进去啊 好 张总 天明 你来了 这是 蒋总托我给您送过来的 他今天出差 不能过来参加您的生日会了 他嘱咐我给您带个好 跟您说一声生日快乐 您替我转达 谢谢他啊 好 你怎么才来啊 佳佳在楼上等了你半天啊 一直在选衣服 要不你上去看看 没事 我在这儿等她 你来了 你怎么跟女孩子置气呢 上去看看 我给你採计了 我给你採计了 我要去採计了 你採计了 我给你採计了 我给你採计了 这儿是怎么办啊 我给你採计了 你怎么办啊 你弄了我 张总 我看到一个朋友 过去带个招呼 好 莫萱 你怎么在这儿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女朋友安静 那她呢 我在这儿 石先生 我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姐姐安静 这位是她的男朋友 许莫萱 你是她的男朋友 那你呢 我没吵 石先生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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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便宜呢 真是冤家路展 怎么走到哪儿 都能碰到你这个大扫吧 说什么呢你 拜托你的事 今天你能不能 装聋作哑少说点话 别查我谈 喂 莫萱不是你男朋友吗 怎么突然间变成你姐男朋友了 这是我的事 少管 行 我可也不管 就是管不了我的嘴哦 你威胁我 不敢 只不过呢 我这个人好奇心特别地重 对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呢 就特别感兴趣 舞会结束 我莫萱慢慢解释给你听 不行吗 不行 我兴得急 等不了 我说你个大男人 怎么跟个八婆似的 是你们几个 在我女朋友的家里 鬼鬼祟祟 行迹可疑 我是有这个义务 还有这个权利 去阻止 还有干涉 你怎么这么多事啊 你怎么这么多事啊 我们不会扰了社会治安 第二 我们不会损害你女朋友家的利益 你就别问了 要不问你呢 我问杨家去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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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天明 你到底想怎样啊 我要听实话 石天明 你们俩要是打情骂俏 别人在我眼皮子底下 姐 你你你千万别误会啊 我 我是有事情 要跟石先生谈的 他也能谈啊 有什么好谈的 有事跟我下来再谈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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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可以告诉你 但是千万不能让杨家姐也知道啊 戴好 干 干嘛啊 她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 一会儿抓到你 还不弄死你 这么严重啊 上车 我 你干嘛啊 陈蜜蜜啊 跨过来 哦 杨家姐 你给我站住 杨家姐 陈蜜蜜 你这么多长辈在这儿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啊 我没心情 你跟妈妈切蛋糕 妈 你跟我换身衣服再去啊 怎么又换衣服 我这身衣服不是挺好看的嘛 丑死了 怎么了 我看看 叫没事吧 给我看看 连你 连你也欺负我是不是 你 你 强强 你这是干什么呀 老婆 怎么了 你怎么办啊 没关系 没关系 一点小意外啊 大家继续喝酒 继续吃点心 不好意思啊 孩子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这东西收起来 等一下 请问有透明胶带吗 有什么需要吗 这些碎的玻璃 不要直接扔进垃圾桶里 用透明胶带缠一下再扔 那些收垃圾的人 挣点钱不容易 如果再上到手 那就麻烦了 我这就去哪儿 安静 你真善良 本会替别人着想 很好 张总 这幅画 画得挺棒的 挺可惜的 是啊 事情的经过呢 就是这样了 什么 我没听错吧 你让莫轩去假装 你姐的男朋友 然后你跟你姐 还有莫轩也同意 你们是不是有病啊 你才有病呢 这件事情可关系到 我们姐妹的尊严 特殊情况可以特殊处理的嘛 我警告你啊 任何时候 都不能把今天事件透露出去 你警告我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 帮你保守秘密了 说不定哪天啊 我喝醉了 把所有的事情都捅出来 你别怪我啊 就算我求你了 我姐她已经够辛苦的了 我不希望她再因为这件事情 受到嘲笑和伤害了 我没听错吧 我没听错吧 你求我 求你了 喂 你态度突然间变得这么好 我 有点不习惯啊 那你要怎样 除非这样 你以后对我态度都是这么好 那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我说你真是为得算进尺啊 态度 好 我承认 我这人脾气是极了点 以后改正 我保证见到你如沐春风 平易近人 和蔼可亲 只要你替我保守秘密 看来你为了你姐姐 真的是什么事情都能获得出去 那当然了 她可是我最亲最亲的姐姐 你有兄弟姐妹吗 没有 怪不得不能将心比心 态度 不好意思 刚刚是我态度不好了 行了 看你态度这么诚恳啊 算了我答应你了 帮你保守这个秘密 我会告诉别人的 放心吧 真的 不相信我 相信 完全相信 但你为什么要求我 你怎么会变得 我有一 Cause 刚才你们准备自己写的 如果有人愿意跑个腿 就买点饮料回来 你说多好啊 拿着 是 乖 跑快点啊 怎么样 找到工作没有啊 你这是在拐弯抹角地催我还钱呢吧 房间正努力找着呢 你别张嘴闭嘴都是还钱还钱 你以为我真的是那个黄世人啊 我听陌生说你也刚辞了工作 一定也很缺钱吧 你别以为我是你啊 没了工作就会亲黄不接 我石天宁从来都不会让自己走到那个份上来 放心吧 我已经找到新工作了 有时候吧 其实挺羡慕你的 你这人虽然嘴特别坏 但还算有点小本事 所以呢 说起话来就特别的有底气 哎呀 不容易啊 原来我在你心目中 还有一顶点优点 喂 盛世集团这个周末 会办一场职场招聘会 试试啊 算了啊 是什么事啊 我只有高中文凭 高中怎么 自卑啊 对于一个没有办法上大学的人 又整天跟一群优秀的大学生打交道 说不自卑那是不可能的 对啊 我跟你说吧 上大学就好像坐火车一样 那北大清华呢就是软卧 那重点大学就是硬卧 那普通本科呢就是硬做 专科呢就是站票 火车到了车站呢 所有人都要下车去找工作 一离开那个车站呢 就看你的实力 谁会看你拿什么车票啊 是不是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因为你从来都没有像我这样 那还是一张高中文凭 到处看别人脸色 如果你相信我 这个周末去盛市的招聘会 我可以帮你做推荐 不行 我不喜欢欠别人人情 喂 你别以为我在帮你啊 我是怕你没有工作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还钱我那八千块钱 真是的 你放心 人不死 账不烂 好啊姑娘 是条汉子 敬你 我说话算话 佳佳 你太不绕轻重了 这是林伯伯亲手画的画 他对我们永心有多重要 你不是不知道 妈 你把那幅画藏起来不就行了吗 你说得挺轻松的 一会儿林伯伯就来了 他要是看到这个画 我怎么解释 妈 我又不是故意的 你倒要是跟林伯伯解释一下 不就得了吗 你现在是越来越不懂事了 我怎么能把永心这么大的嘉义交给你啊 妈 妈 你先别生气 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你等着我的好消息 你去哪儿啊 哎 莫轩 平时老听天明说你是个绘画的天才 你看今天这种情况 我也只好来找你救个场吧 我尽力吧 给我一个小时时间 我不敢保证一模一样 但是如果不仔细看应该看不出来 太好了莫轩 你果然是个天才 安静 你还挺有眼光 莫轩啊 可比那个宋安要强多了 嗯